讲到这个温室气体 这二氧化碳的排放使得现在大家冬天感觉 不像冬天 昨天台北的气温可是到了将近27度 南部地区也有在26将近27 不过美国人做这件事情倒是一件好事 要不然美国人可是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 真的是蛮浪费资源的 不过天气状况来说 在台湾地区倒是温度深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在准备出门的户外天气了 在现在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注意 有一个地方温度比较偏低就在中部地区 因为最主要之前天气晴朗 清晨的辐射冷却作用 所以在中部的朋友现在虽然阳光开始露脸 但是还是要提醒您清晨温度偏凉 骑车要注意到保暖17度 而北部现在在19度了 但是这个阳光照起来你已经开始会觉得暖和了 因为我刚跑到这个阳台去看了一下 还蛮舒服的 那到了南部可是已经在20度了 而东半部地区现在在花莲以南倒是有一点云层 不过云层量来说并不太厚 阳光也开始从云凤中露脸了 现在气温是在20度 外岛地区可以注意 昨天只有13 14度 现在的马祖金门的温度已经升到16 7度了 温度上升了 降雨倒是在金门 还有一点点零星的降雨 到了澎湖阳光露脸 今天好天气哦 记得没事的话出去走一走 那当然要上班的话呢 出去晒一晒暖暖的东洋 我们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从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注意到 黄海到东海这边云层多 这里有个低压 其实这些云层呢 就是从华南地区整个移出来的云层 大陆这边的水气量其实蛮多的 在昨天的时候呢 在长江以南地区各地都有在下雨 最主要都是跟这些水气带有关 但是现在呢 整个云带已经逐渐的在东移了 但是到我们台湾附近呢 倒是水气量减少 所以昨天的时候 从北到南天气晴了 再加上呢 风向吹的是东风 东风吹进来 相对的没有冷空气了 温度也就明显的回升了 昨天中午呢 温度都到了27 不过今天呢 会比昨天还要再更暖和 所以提醒你 中午外出不要穿得太多的衣服 要不然也会觉得 好像自己都快要中暑的感觉呢 早晚的天气仍然偏凉 早出晚归骑车 在西半部地区的朋友 仍然要注意保暖 不过东半部呢 因为吹东风的关系哦 所以在宜兰跟花莲 早晚的时候 倒是有一些零星的 短暂性的降雨在海边的部分 我们接着就来看看地面天气图 看未来天气什么时候才有变化了 可以注意到 北边的高压强度都不强 现在又一个高压在华北的位置 逐渐的往东的方向走 纬度偏高 冷空气没有到我们台湾上空 所以呢 在今天一直到明天 我们都是吹着 偏东风到东南风的关系 温度是今天高 比昨天要高 明天呢 还会比今天更暖和一些呢 明天白天暖 但是注意哦 到了明天的晚上 深夜以后开始 长江流雨有个封面 要开始接近北部海面了 但封面的纬度还是偏高 从北部海面通过 所以对我们台湾地区的天气来说呢 只有在周五 星期五 也就是后天的时候 北部地区呢 云层量增加 零星的一些短暂雨 在台北跟宜兰 两个地方有机会下 那过了桃源以南呢 都没有下雨哦 都是稳定的好天气哦 周五微弱的封面通过 北部下一点雨 等到周五晚上封面走了之后呢 北边的高压也不强 所以在周五温度 北部只有下降 一到两度左右 但是中南部呢 仍然是天气晴朗 到了周休假期 风向又吹东风 温度再度上升 再来要有变化 看等下礼拜了 目前来看到下周二之后 温度倒是会开始 逐渐的下降了 我们再来要提醒大家注意哦 注意什么呢 今天好天气哦 天气暖 可以出去晒个被子 但还有一点把窗户打开 为什么呢 因为晒被子的话 可以将被子杀菌 尤其今天的天气这么好 可以像这狗狗一样 把被子弹一弹 晒在户外 不过记得哦 请不要等到天黑之后再收 要不然这被子上面 容易会有露水的现象呢 那就等于一天都白晒了 另外呢 因为清晨的温度凉凉的 中午暖和 提醒你如果在家里休假 或者是婆婆妈妈们在家里 把窗户打开来 可以将家里的湿气除去 保持家中的干燥 所以今天蛮适合洗衣服 晒被子 还有一个记得把家里的窗户打开 通个风 那接着当然来看看温度了 在今天的温度状况来说 北部27度 比昨天还要高哦 所以今天中午北部的温度高 提醒你不要穿着太多的衣服出门 但早晚的天气还是有点偏凉 19度 在夜晚深夜以后到清晨之间 到了中部地区日夜温差大 哪里最大呢 云林跟嘉义 还有台南 三个地方因为在嘉南平原的关系 清晨的温度辐射冷却降得多 尤其是还有包含了中部地区的台中脏化 到了中午的温度28度 南部地区中午暖 暖到28 甚至还有机会到达将近29 中午暖乎乎的天气 而到了东半部地区只有在早晚的时候 宜兰花莲的靠近海边的部分 有点零星的短暂雨 那白天呢 云层量少 阳光露脸 中午温度也有在27度 所以可以看到全台湾天气暖 小滴宁给您个提醒了 在今天的时候呢 中午暖和请记得不要穿着太厚重的衣服 要穿着舒适透气的衣服 但是如果你是早出晚归的朋友 早晚天气仍然偏凉 骑车的朋友要注意到保暖 现场交还给淑芬 在这里